在你還沒有變性之前 你有戀愛嗎 有 初戀 初戀 可是沒有怎麼樣 那你的初戀 我關錯了 不要那麼快 真的啦 因為我覺得 像我今天我去變性 我不是為了跟男人上傳才去變性 也不是說 想跟男人共組一個家庭才去變性 那是因為小時候個性就很像女孩子 所以說想原小時候一個夢 這樣子才去變性 其實我覺得說 不一定要跟男人人一起 比較有幸福 其實我也曾經跟男人同居過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男人沒怎麼說 因為我們曾當過男人 所以我們知道男人的一種心態 男人要什麼 我們比男人更了解 真的嗎 真的啊 跟我發誓跟我在一起的男人 大家都飽不開的 我來拍 嗯 吃掉了 都吃掉了 你不要 你不要嚇一跳 對 因為男生 本來就是有一些男生就比較懶惰一點 就會變成說他好像 需要女生的關愛 就變成說你要幫他洗衣做飯 因為要煮完他也不會洗碗 然後衣服洗好了他也不會去曬 很大男人 對 當然就是有這種就是知道他在想什麼 你只要做好這一點的話他就離不開你了 欸 是這樣啊 對 所以說我覺得說變性不一定是為了男人才會變性 我知道 那你變性前就交 有 那是純純的愛 那個戀愛對象是個男生 男生啊 那你也是個男生 對啊 外表啦 對啊 那那個男的會喜歡你 會啊 因為那時候打扮就比較像女孩子 嗯 那可是他知道你是個女生嗎 那男生嗎 知道啊 當然知道 他是 他是 哎呀 吃這個火你就知道了 這個事情哪那麼容易分辨 哈哈哈